中国人永远不要像共产党一样篡改历史 我觉得香港看我们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啊 中国人永远不要像共产党一样篡改历史 邪教的六个特征 我说现在加了七个篡改历史 第一个就是个人崇拜 你看看习近平毛泽东 这邓小平都已经到了家了 第二个就是反人类反社会 那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吧 这不是整成别提了 第二个就是金钱欺骗 那中国人的钱已经被他骗到家了是吧 就没有比他做了再绝的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权力集中就咱说的 就所谓建立邪教 那就是共产党 而且篡改历史 歪理邪说制造这种虚假故事 这共产党是最夸张的 香港这个地方 在日本战场 不要美化日本的战争 日本的战争是残酷的 日本的战争是非常是没有人道的 到今天你在美国人里边 你谈日本战争 美国人是很不爽的 二战的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 一生都不会敢出来他死了 这个很多人竟然替日本美化这个二战 你那简直是着死了 因为在战争的死亡和真相上 不分哪国 何况你是中国人 你待在日本更应该要面对现实 香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二战 香港人百分之八十的人给杀光 一百三十万人最后剩了不到二十万人 香港的半岛酒店 就是当时的日本的日军总部 在香港的中环 还有今天的潜水湾大街上 无数个女孩 光着个屁股 拿绳拴着一串一串当性奴 鼻祖的女孩惨 就拿绳子给你手拴上 捂着头叫你走 日军过来了 集体的 反正你光着屁股都不用脱裤子了 像你们今天你们还都在那穿的人模人样 那都是穿的一点没有 刚才老虎尾巴把腰带解了 那腰带都不用解了 直接就是光的 这我说这样你们可以查历史去 我都是看过香港的历史的博物馆 七个最爱读的这个地区近代史 我到哪地方去先找一个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 给我讲讲政治历史 这是我过去几十年的习惯 我当然香港我要了解了 我这么爱香港 那是很惨很惨 最后英军来了 也不是你想象的 对香港人叫亲爹亲娘呀 不是的 英军当时很排华 当时就在那个铜锣湾 英国人是站在台下面人家看着泡马 中国人是在外面看 而且另外一边 你不能碰人家英国人的 你是小猪罗立的远点 种族其实很严重 结果夸插下去 几千人当场死 死了就埋了 英军不是都在香港都是绝对的好的 他给香港带来了今天 他有很多错误很多人的 但肯定比共产党好 但比日本人他是好得多 日本人是对香港太差了 就这样香港最后成了这么伟大的港 共产党今天都把香港750万人杀成80% 杀成100万人 剩100万人 香港人一定还恢复昔日的荣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